4号晚间,节安警分局水云派出所获报 在秀林乡有民众群聚打麻将 经过巡逻远警到现场发现 四女一男共处一室 现场虽然没有发现有赌资现金 不过已经明显违反三级警戒室内群聚的相关规定 远警当场于取缔 并且直接含报花莲县卫生局来采发 4号晚间,水云派出所获报有民众群聚打牌 立即通知线上巡逻远警赶赴现场 果然在一处民宅外就听到屋内的喧哗声音 你们几点开始打的 刚刚是几点 6月4日晚间9时9月 本所获报秀林乡有民众聚聚打麻将情势 经远警前往该处有四女一男共处一室 所谓发现有赌资现金 但已明显违反三级 以警戒室内群聚的相关规定 本所当场于取缔 并直接含报花莲县卫生局财法 既然警分局也强调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的规定 地方主管机关在传染病发生或有感染风险之余时 因是实际需求管制特地场所出入及人数限制 如果拒绝规避或妨碍主管机关实施管制措施 经警察机关查获将直接含送财罚不再劝道 民众切勿轻视以免荷包大死血 记者许立新秀林香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